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3日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有一宗非常離奇的案件 據報有的士司機拍車然後去廁所 竟然遭到同樣是的士司機的行家5秒爆槍偷背囊 大家都是駕駛的士的整個過程就拍下了事件如何的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攜充的士司機拍車去廁所 遭到行家5秒爆槍偷背囊 報導的內文提到 葵聰是發生車內道涉案的 在昨日約摩7點半左右的早上 升王59歲的的士司機人有三急 開車去到麗景山路對開的路邊停下 下車就去遊樂場的公廁小解 僅僅分數小時後接返 就見到前排的乘客位的車窗粉碎了 座椅上的背囊更加不易而非 裏面約有2500元現金 時候網上流傳 偷攝的士司機的車鏡片段 見到有另一輛的士 趁著事主下車過後 立即倒車 來到近一近 黑衣的司機用了5秒爆槍犯案的 的士群組指這個疑犯是慣匪來的 質疑察人並非真是行家 而是偷車作案 混淆視聽 根據兩段預設的的士車鏡片段可見 穿著白色衣服的男士主 下車進入遊樂場過後 另一輛停泊在前面 十多米的巴士站對開的的士 立即亮起車尾燈 退車到事主的的士前面 話說那個 身穿黑衣黑褲帶口罩 鴨舌帽的男司機下車 邊走邊伸手入褲袋 走到事主的的士旁 5秒內打爛車窗 並偷走背囊 得手過後迅速返回 他的的士就離開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認真怪 首先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是的士司機 因為他是駕駛的士 第二就是 很有熟練的技術 來到5秒鐘搞定你 打白玻璃 偷離背囊走 背囊裡面有2000多元 整個過程被車鏡片段拍到 暫時未知下文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也是網上熱華之一 根據HK01的報導 江湖人物 李泰龍被殺 民生中被爆瓶 劉巴涉及策劃復仇 否認謀殺 報導的內文看到 江湖人物李泰龍 在2009年在尖沙咀 一間酒店外面 被伏擊 先後被七人車撞倒 繼而被三名刀手下車追斬 引致死亡 12年過後 疑似策劃事件的男子 在律師陪同之下 到了警署自首 他則被控以謀殺的罪名 但否認指控 案件在高等 法院開審 主控官在開案陳詞透露 被告 綽號叫做民生中 和李泰龍屬於兩個不同幫派的高層人物 兩個人早於案發前三年 曾經在酒吧碰頭 兩個幫派的人發生打鬥 李泰龍曾經向被告爆樽 令到他的臉和頸留下疤痕 被告因而展開復仇計劃 主控官指 被告案中沒有動手 更加有離境的紀錄 但控方指 被告當時身在現場 確保計劃執行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突然之間一宗案件 事假12年過後 疑似策劃事件的男子 突然之間去警署自首 原來早於2009年 江湖人物李泰龍被殺 跟他有關 結果 立即被告謀殺 不過他又否認指控 現在最新情況 上了高等法院 事件剛剛開始在法庭上審訊 估計未來幾天會有進一步的消息 另外也說說這宗娛樂消息 根據Yahoo娛樂圈的報導 話說盧巧音丟掉了TVB貴選的獎座 盤點樂壇大獎變垃圾事件 原來連譚校長也疑似有份 報導的內容提到 今天商台舉行 叱測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記招 意味著又是樂壇頒獎禮的季節 當年以來唱片公司為歌手的成績 爭崩頭 歌手做歌 谷人氣 爭獎 也有人辭官歸顧你 連獎狀都丟掉了 今年正值以歌手身份 出道25周年的盧巧音 在IG分享一張 拍到多個TVB勁歌金曲 貴選的獎座照片 又寫著 就說你想不想要這些東西 其實已經丟了很多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似乎暗示 有意斷寫來不要這些獎座 有粉絲認為 很可惜 甚至希望代為收留 不過盧巧音就留言回應 已經過去 向前看白 十分之瀟灑 當中原來包括譚詠倫 中振同等等 都試過成為嫌疑犯 因為有網友在元朗的一堆垃圾 看到這個1989年港台的十大中文金曲的獎座 上面 黑友得獎者 是作曲人譚詠倫 還有中振圖 究竟是校長還是B哥哥不要這個獎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導 盧巧音果然是非常瀟灑 就說那些TVB的貴選獎座就不要了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對了,令B商原來丟掌座的事件 除了盧巧音和何韻詩之外 亦都說過有譚詠倫 還有中振圖有機會是 話說有人在街上看到1989年的港台 那個頒獎典禮的獎座 而這個獎座的擁有人 要是譚詠倫 要是中振圖 究竟誰把1989年港台的十大珠文金曲 扔出街 不得而知 大家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談談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怪物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 幫襯荃灣冰室 被熱湯淋傷 食客左手紅腫 腫痛 想著討回公道 而市櫻是這樣回應 報導幾日留言提到 事主在Facebook群組 香港茶餐廳及美食關注組表示 早前在荃灣幫襯一間冰室 形容食物質素一般 吃飯過後想著離開的時間 市櫻不小心 賭寫一碗熱湯並淋中了他 例如說 市主左手當場 是露到紅了 紅腫 總痛 就說褲都濕了 手袋又濕了 而市櫻只是不停地道歉 但就沒有其他的表示 他當下一刻感到好生氣又好痛 最後快速埋單離開 市主表示 事後他返回冰室 攝氏的市櫻立即衝前再度致歉 他當時要求對方負責任 市櫻於是提出願意賠償200元 市主見對方有誠意 就說 不想好像要拿甚麼好處 所以自己補多80元 購買一盒價值280元的烏箱糕 查了藥膏過後感覺冰涼 未見有水泡 加上他指手袋是便宜價貨 清洗過後完好無缺 所以沒有再追究 不過他亦質疑 由始至終都沒有見過餐廳老闆 出面解圍 鐵文一出有網友大讚 市主的處理方法 就說 真是真的香港人 其他人或是會拿盡好處 亦都有人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若然被你在冰室 這樣被人倒死熱湯 臨到雙手都紅腫 你又會怎樣呢 港女事後回到店舖理論 而那個適應也有誠意道歉 結果就如內民這樣做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 聊一下 另外亦都說說這位阿伯 近期這位阿伯很紅 就說來到香港 正正是網紅 這圖跟他說的老伯來港旅遊打卡 來自HK01的報導 網友都很興奮 就說想野生捕獲他 報導的內民提到 相信不少網友都會認得這位阿伯 因為這位阿伯是一個經典的迷恩圖主角 這位圖中笑容燦爛的老伯 原來正身處香港 不少網友得知他身處香港 紛紛在鐵文留言表示 希望能夠野生捕獲他 簡單來說 希望在街上看到他 跟他合照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網絡頁說繼續空洞當中 不少網友都想跟這位阿伯拍照 這位阿伯的迷恩圖 在網上是一時無兩的 最新阿伯繼續在香港旅遊當中 撞不撞到就看大家的彩數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